Le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立陶瓣人對上緬甸人 這場比賽是基金場大師第七屆的比賽 那我們先來宣告一個重要消息 我們台灣的天空熊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變成了台灣第一個世紀帝國的職業選手 那在片尾的時候 我會放上他跟Viper的打贏的比賽 那之前呢 我有在那個 影片初期的時候 有做了一片天空熊打贏世界冠軍的那隻影片 相信很多新觀眾是沒有看過的 那我會放在影片的結尾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直接跳到結尾去看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緬甸人這個文明是比較 在競技場來說沒有說太大的強度的 因為緬甸人他的最大特色是這個飛鏢騎兵 那飛鏢騎兵的話我覺得他在阿拉伯更實用一點 因為阿拉伯其實很多洞 那飛鏢騎兵很容易打出這個洞來 然後去騷擾對手 但在競技場來說的話就沒這麼好騷擾到 那我們先來講他的特色 除了這個飛鏢騎兵之外呢 他有這個免費的伐木技術 一開始就有這個免費的伐木技術 但是這個伐木技術你們要想 是要到封電時代才會有 因為之前有可能對這個遊戲不太熟的觀眾 認為免費的絕金技術 跟免費的伐木技術跟農田技術 經濟會比較好 其實是沒有的 像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是伐木直接給你加速的 你黑暗時代就有加速了 還不用點科技 而且人家還有這個其他科技 伐木技術可以再繼續補上去這個速度 所以其實實際上 免費送這個 伐木技術、農田技術跟絕金技術的文明 是並沒有比其他的 有這個其他經濟加成的文明更好的 像是波西米亞是免費絕金 那土耳其是直接給你20%的金礦功能加速 而且還有絕金技術 是這樣疊加上去的 所以這個細節上的分辨 有時候玩家們要自己去判別一下 那我覺得面諜人呢 他除此之外還可以打這個步兵 他步兵呢每生一個時代的時候 步兵攻擊力都會多加1攻 傷害是會到非常誇張 他的疾兵也會非常痛 這好像是6加7吧 7攻 6加713攻的疾兵 跟一隻騎士沒什麼兩樣這個疾兵 而且還是垃圾兵 所以我覺得緬甸的垃圾兵也是蠻好用的 雖然還是沒有比不上 斯拉夫的王家市場 王家市場還是我心中的BEST 最好 那緬甸人呢 他的肉碼也算是很好用的 而且他有這個金罐可以用 他的金罐可以讓自己的 騎兵 可以對弓兵造成怪傷害 因為他的弓兵現在是偏懶的 他既出戰毛兵 還是很容易被對方強弩給射爆 所以緬甸人會大多使用這個金罐 配上肉碼去打弓兵 或者是直接出大量的飛鏢騎兵 直接爆團擊火一團的弓兵 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對手 對手是選擇立陶宛 立陶宛這個文明呢 是非常吃重 撿取生物這件事情 每撿一個生物呢 都會增加立陶宛的騎士跟列體絲的傷害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 就要先規劃好 要先挖石頭 還是要先去撿生物這件事情 但是我是建議大家 一律都是先去撿生物比較好 因為你生物一不撿的話 很容易就出事了 而且你先挖石頭 先蓋下城堡出列體絲 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雖然我聽起來在講廢話 但真的是有一些觀眾或是玩家們 真的是新手騎士騎會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畢竟對老玩家來說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是沒錯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是選擇六個人伐木 九個人伐木 算是比較正常的 然後沒什麼太大的 太大的一個變化 也不是24村 兩邊都是25村 上這個封建 點城堡 那我覺得立陶宛他在競技場來說 有個比較特殊的點 是他這個垃圾兵非常的彈 到了中後期 他除了這個垃圾兵有移動速度加成之外 還有這個塔盾可以用 可以增加他們的遠防 垃圾兵的遠防 多加2點 那打我後期這個能力 其實是蠻好用的 但是對於上緬甸人來說的話 其實就不這麼好用 因為他只有加遠防 然後緬甸人是剛好他不會出公兵路線 基本上是不太會出 所以整體而已 我是比較看好緬甸這邊 文明上來說 立陶宛可能會有點劣勢 除非他這邊可以撿到3森屋或4森屋 才有可能可以打出一點小小的優勢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這個影片呢是在6月10號播的 那昨天6月11號在文明的頻道上 宣布了天空熊變成直接熊這件事情 其實讓我相當震驚了 我為什麼會知道呢 只是因為我看到 欸我在找影片的時候 看到天空熊突然開台了 想說欸天空熊很久沒開台 趕快去把它看一下 或是掛台也好 因為他是我朋友吧 我平常都會做這種事情 就會默默的掛台 但沒想到一進去 想說跟他聊個夏天 結果 欸怎麼人越來越多 才發現 哇靠 原來他變成職業選手啊 看了聊天室才發現 哇變職業選手 有點讓我震驚到 然後我才看完天空熊直播之後 才去跑去追尾恩的頻道 然後我才把那個尾恩的頻道 那個直播事件 不是直播事件 那個重大告知那支影片喔 才看完 那也是相當感動啦 因為 世紀帝國 從來沒有一個是職業選手 都是以這個民間代表玩家身份去出場比賽 以職業出道的是台灣天空熊是第一人 那也要非常感謝尾恩幫天空熊找到一個金主爸爸企業 那當然尾恩也是也協助天空熊很多一些合約上的問題啊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可以多多支持我這個頻道 讓更多的新手玩家加入我們世紀帝國這個小小圈子 好 雖然現在是小圈子啊 但我覺得好像越做越大了 不知道為什麼 比以前還會更大的感覺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MIPER出了五隻的刺吼 已經變成輕騎兵了 那這邊也是稍微反打回去 立抗立陶宛這邊喔 去做一個 減生物的動作 那我覺得立陶宛這邊可以適時的按些槍兵喔 他這邊按槍兵也不虧 而且跑速又快 基本上他這邊槍兵按多也不虧 真的是 不要去 太省這個資源喔 我覺得該按的時候還是要按 但是輕騎兵才是重點 你看輕騎兵數量多還是可以反打回去的 好立陶宛這邊打贏之後就趕快出門喔 趕快出門去撿生物 這邊果然強兵 還是有看到VIPER這邊控 輕騎兵 OK 打的還算是 VIPER還是打的比較細膩一點 這邊被追阻之外 還是會拉一兩隻喔 到後面看能抓森柳 但是對手也沒那麼傻 他的經驗也是相當豐富 也沒有第一時間出門 看到輕騎兵路過之後才出門 趕快撿 你要撿這麼遠的嗎 大哥 這個VIPER已經先撿走啦 哎呀 哇立陶宛直接損失了一個生物 這邊撿得很漂亮 先撿了外側 這邊主力在這邊 看到左邊沒有輕騎兵 趕快去撿 那立陶宛沒有按槍兵的關係喔 所以導致自己 一直 有點難打 一定要用大量部隊去追阻 然後要保護自己的生驴 是有點小小困難的 這邊拿到兩個聖物 VIPER這邊生驴 要再去撿 可能會有點困難啦 要趕快先撿下方這一個 跟中間這個 但中間這個是有點偏難的啦 這個大會可能會被立陶宛撿走了 後方立陶宛點下了 第二個TC VIPER是點下第三個 那開TC有個細節 就是你可以把第三個TC開在石頭處 我們這影片也有講到 這個石頭大概哪時候啊 如果你在開農階段喔 那如果你想要打寶兵 或是想要城堡防守的話 盡肯的第三個TC都開在石頭旁邊 才不會讓你忘記去挖石頭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TC通常是蓋主機啊 或墓區都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聖女 唉唷又倒地 那立陶宛這邊拿到兩個聖物 三聖物可以拿得到嗎 VIPER這邊聖物想要偷走 但是還是被阻攔到了 現在還是一個聖物 下方這個聖物可能要轉移目標了 立陶宛能不能拿到呢 目前聖物處是尤白河領先兩村 兩邊都打著你來我往 非常的水深火熱 一直出兵一直爽 我覺得現在的這個司機立國的 打法跟以前真的是變得差很多 以前大家都不會出這麼多落馬 跟僧侶去做一個應對 或是直接轉槍兵去防守 那現在的打法都是比較偏 更多都是出更多輕騎兵 更多的僧侶更多的槍兵 直接去潛壓這個聖物 當然也是有這個放棄聖物的打法 我們之前VIPER有示範過 棄武聖物還能打得贏嗎 其實上是可以的 但是有點吃無文明 跟這個戰術想法 那VIPER這邊是拿到了兩個聖物 第一箱的聖物在這邊 VIPER一直有用一隻輕騎兵在那邊駐守 立陶宛這邊是想要放棄了嗎 兩隻聖物走出來 VIPER第一時間看到 直接抓掉一隻 第二隻能再抓嗎 唉唷 有機會 VIPER這隻聖物直接抓到了兩隻 正面這邊突然開打了 沒有空好 回頭打了一下 聖物在城牆內直接著想 VIPER這邊這隻聖物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又抓了兩百斤 立陶宛這邊有點虧啊 那緬甸人本身他的這個科技線也是非常好 因為緬甸人的招翔技術 該有都有 也有這個救贖思想 打僧侶戰其實也不 並不賴 所以我覺得 不好意思打麥克風 所以我覺得待會立陶宛 要打一些戰術的時候 要小心對方的VIPER的僧侶 這個僧侶可能會有點難產 好這邊想要出來嘗試去撿生物 但是還是第一時間去招對方的輕騎兵 直接集火 招到一隻 哇 但是右邊那隻沒有招到 兩隻聖魚直接倒地 左邊那隻也直接招掉 正面來說是由VIPER拿下了勝利 但是立陶宛這邊把生物偷偷的撿走 這邊生物能跑得掉嗎 VIPER這邊大軍壓盡 但是這邊的血量有點殘 請起兵拉了一隻過來直接打聖魚 OK VIPER這邊大獲全勝 最後一個聖物是由VIPER拿下 立陶宛最後只能拿到兩個聖物 尷尬了 因為立陶宛是沒有三攻的 兩聖物就代表是加二攻 就等於是一般三攻的傷害而已 所以立陶宛的騎士沒有辦法避到最強了 除非他這邊用特殊的戰術 直接潛壓城堡 直接用這個城堡把對方的VIPER的聖物給射出來 這個是之前我們的影片有介紹過 武器5聖物 然後再用一個方法把對方的聖物全部拿出來的方法 好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5TC開農 立陶宛農得非常開心 待會這邊點下的織布技術 開始要往前壓 這邊是要前壓城堡 然後蓋 蓋出城堡之後出巨型投石機 然後點下地龍四代 好的一個策略 想法非常的穩定 這邊要再更貪心一點嗎 沒有在外面先補個大學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這個城堡了嗎 還是沒有呢 城堡這邊取消 又補下 這裡有一隻天空熊 天空熊過來玩一下 太過分了 居然跑去跟女村民玩 天空熊表示 蒙瓶被害 好 兩邊升到地龍四代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這個看起來兩邊不會有太大的任何打鬥了 聖四代的時間兩邊都在補科技 跟這個繼續補經濟 所以並不會有太多兵可以互打 好 這裡補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有可能是要來出頭子車 開始出飛鏢騎兵 那飛鏢騎兵 可以算是騎兵殺手 因為他這個攻速非常快速 傷害又高 而且容易打歪 只要一打歪的話 就會形成擴散傷害的感覺 範圍傷害啦 不是擴散傷害 好 這邊剛剛炸了一下 並沒有把這個城門給炸進去 有點可惜 寫燃好一點點 裡面還有一個城堡 上面也把城堡建立起來 立陶門防線建立的蠻快速的 但是地龍四代離Viper還有30秒 還有這邊投車出來也沒事做了 只能到左邊這個邊邊夾角 偷丟這個TC 面電也補下來一級射 這邊工程進度稍微緩慢了一點點 現在都在等城堡好 城堡好才會有巨量的巨頭時機 立陶門補下地 煽動城堡 三城堡直接迅速產巨頭 那待會這邊要存一些木頭跟黃金會比較好 這邊兩巨頭再產了 大家這邊支援吃得非常的緊湊 非常極限 這就是職業玩家們的經濟調配 非常的吃緊 好 列提斯在後方喔 繞一下 看什麼都沒有繞到 列提斯這個單位是非常強大的騎兵喔 他可以無視對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好 但是一樣很害怕 生女這個單位 生女隨便招 列提斯就會全部被招走 全部致敵 死去 這就是我們就說了 Viper這邊生女 他是有優勢的 好 巨頭11直接開閘 中間震動城堡能夠修回來嗎 三巨頭開拆 就能搞定喔 我們頻道初期就在講 三巨頭就能搞定一切 OK 搞定了 這個拿下了 沒問題了 這個你要修 不可能 好 當然拜託 左邊城堡可能也是要掉 人家也是三巨頭 好 那現在是一棟城堡 打了兩棟城堡 對方是三巨頭 開始反擊 但是緬甸人有火炮 好 當然立陶宛也是有的 但是這邊有救贖思想 這是我們說的 立陶宛打這個聖旅戰 是很好用的一個文明 好 照一下照一下 好 土車繼續砸 但是城堡已經掉了 三巨頭 好 完蛋 VIPER城堡沒有了 這就意味著 他距離投資機 不能再生產 這邊只能靠火炮 盡可能去反制 VIPER這邊想要去硬點 對方的 三巨 但是直接被 換掉了一隻 被標起兵 這個能招到嗎 還沒有 有印刷技術了 有印刷技術 就有這個射程 超強射程衣出來 先頂火炮 但直接被城堡射死 VIPER這邊 開始被慢慢反殺回去 對方直接來到六巨頭架起來 瘋狂的輸出 不管是砸你火炮 砸你建築物 都可以 哇 立陶宛這邊打得很漂亮 VIPER這邊有點尷尬 正面突然打出了 兩台 來 這個火炮 這個火炮 哎呀 還是被頂掉了 可惜 你應該可以找到這個 因為他還有射程 我可以加三射程還是有差 好 砸你頭11 慢慢走出來 VIPER這邊應被迫 轉出了緬甸的槍兵 那我們剛剛有說 緬甸的步兵攻擊很高 看他一攻都沒有點 就4加3 7攻了 那垃圾兵大戰的話 我是比較看好立陶宛的 雖然緬甸的攻擊力很高 但立陶宛有這個 防禦加成 而且移動速度又快 但有火炮的情況下 戰毛兵是不太好輸出的 很容易被火炮給打爛 好 這邊招可以招到 哇 這邊卡位 哇 這邊被這個樹卡到的關係 四隻獵蹄是全部叛變到了VIPER 立陶宛這邊血虧 本來這邊可以做個嘗試包夾 但是直接被招走 雖然造成這個局面的話 待會立陶宛會有點難打 這邊要繼續續玻璃提斯 VIPER這邊四台火炮繼續拆除 巨頭11架起來 想要嘗試攻擊VIPER的火炮 讓火炮一直往下拉 讓對方的巨頭11 描法順利的去架起來做一個輸出 好 再來集火一發 欸 這個怎麼打城門 哇 好像被修回來了 再一發 OK 搞定 VIPER順利的把對手的城堡拿下 火炮可以開始往前推 因為沒有城堡 就不怕對方的城堡射程 對火炮進行輸出 這邊巨頭可以全部拿下 沒有問題 但是並沒有擊兵防守 這邊勝率要趕快按 哇 勝率這裡慢了半拍 火炮可能要全掉 擊兵趕快來支援 可能會來不及 因為剛剛烈提斯 招響書太慢 火炮可能要送光了 這邊變成兩邊都在互送 VIPER的防守出現了一點小小的失誤 這個很明顯是失誤 平常是要留一些疾病跟森女在這邊擋 但他這裡只有森女 而且森女也沒有第一時間燒響 所以造成火炮全部送光了 可惜了可惜了 不然剛剛這一波很大玩 好 立陶宛這邊點一下了三級農三級木 要來打一個非常大後血 那緬甸人也是有三農三木的 好 到了這種局面 緬甸的擊兵 傷害會非常的誇張 來 戳戳戳 他是戳兩下11隻輕奇兵的意思嗎 怎麼那麼痛啊 哇靠真的欸 兩下戳11隻輕奇兵 緬甸的擊兵真的是趙雲啊 下馬板的趙雲 直接戳爛 哇靠 烈提斯直接蒸發 緬甸人 擊兵跟鬼神一樣 直接戳爆了一堆烈提斯 哇 這個 奇兵真的是痛啊 好 當然立陶宛也有火槍 火槍跟毛病也可以繼續出 那緬甸人打火炮 火槍也就是用這個火炮去反之就可以了 不能就出一些大陸吧 好 直接戳掉一隻僧侶 好 這邊是很好中頭小開路 但是對手的意識非常快啊 直接補兩棟房子 想要讀口 好 這邊再砸一下就好了 BIP沒有看到嗎 直接造房子 欸 有洞了有洞了 砸出洞口 BIP要從右面進去囉 好 立陶宛也把自己的部隊 開始往下 開始拍送 緬甸人這邊點出了大陸馬 跟二奇絕境 中間那個金礦 趕快挖會比較好 待會可能會沒機會挖 如果打贏的話就沒事了 好 當然這邊沒有 沒有敢把兵送進去的意思 BIP這邊可能是打一個心底戰喔 我現在把右邊打出了一個洞喔 你要不要把所有兵派到右邊啊 然後實質攻打左邊是不是 深東擊西戰術 又要來了嗎 但左邊沒有兵喔 好 這邊千奇兵直接砍 挖金礦村民 先收到一隻老頭 OK 還是送進去了 好 第一時間送進去 列體是沒有在右邊 在中間的地方防守 火炮偷砸一下 投車進去 小心 對方的火炮走出來 投車要幫我砸一下火炮 你砸村民 這什麼畫面 沒有空好 這沒有空好 這肯定是沒空啊 好 請奇兵 亞歷提示 正面應打火炮去點三旅 三旅第一個時間被點掉 火炮沒有辦法被找走 媽 被照相 噢 嗡到了 哇 一台火炮直接被叛變 這個火炮也可以嗎 哇 直接被扯門擋到 不能再去招翔 好 但是奇兵一直往前 哇 奇兵打火槍也是很痛 這就是趙雲奇兵 跟鬼一樣 搓爛搓爛 好 那波蘭一奇兵的傷害是比一般弱馬的攻擊力是多2攻的 你看這邊是9加2 一般弱馬是7加4 但是立陶宛沒有3攻的關係 波蘭的攻擊力就是9加2 11攻而已 所以其實跟對方的viper大弱馬是一樣的 但是 但是這個血量是多5滴血 所以立陶宛實質打上去 算是沒有到非常劣勢 那如果是波蘭的波蘭一奇兵的話 又有堅壓效果 攻擊力有3攻 打這個閩電就是更舒服 好 白盒點下單道學 可能建築學 建築學 立陶宛這邊轉出了疾兵 那邊打得有點 焦爪 這個不知道該怎麼打 現在MIP的聰明處138吋 還不錯 最近150吋 好 上方 這邊經濟繼續擴到裡面 左邊MIP偷偷的 到了兵進去想要拆 但是被抓包 兩隻輕奇兵直接抓掉 這邊再一次毒口 哇 這個立陶宛防守 的 非常有意思 好 當然這邊又偷了幾隻肉麻進去 當然裡面有疾兵防守 這就是經濟場比較難打的地方 只要陷入55kai的情況下 就很難打出很漂亮的戰果 而且你看這防守也是打得很好 除非MIP要從這邊偷偷打進去 然後把這個木材全部打到底 然後繞一個摸字 不被發現 然後一舉進攻 才有機會 但是這樣子的話 你要花很多時間去控這個投石車 去打出一條路來 好 這邊 直接再開了一個路 好 直接把急兵跟 落馬過來 但是這裡來不及毒口 哇 這一波兵進來 會很尷尬 欸 但是對手這裡 沒有第一時間去補 能補到嗎 唉唷 補起來了 好 急兵直接走進去 到了後方 立陶宛這邊 前面 看到後方混亂 所以前面沒有在支援喔 不是在支援 沒有在控制喔 好 這支揮有點太忙了 巨銀頭斯基跟火炮都在輸出 好 火炮尷尬了 哎呀哎呀 火炮要掉了 好 當然MIP後面的大本衣 直接捅了進去 但是後方又有 城門 這邊手機還不錯 直接騷擾到一些農田而已 好 當然這個城堡應該可以順利的拿下來 好 這邊直接 要不要打一下這個墓區 這個墓區打下去就可以過去了 好 這邊決定要再開這個路 繼續進攻 VIP直接把這個洞打爆了 立陶宛後面大著火 哇 還直接走進了城門 哇 尷尬了尷尬了 VIP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正面的 這個城堡掉了 這波兵只要被解掉的話 就有點麻煩了 好 左邊巨頭偷偷拆掉了TC 好 幾兵再繼續往前 幾兵直接原地開打 打這個村民非常的痛 幾兵的傷害太高了 7 6加7的傷害 十三攻 但是立陶宛也從正面順利的推了出來 雖然家裡有一些小小的著火 但是用自己的垃圾兵迅速的補上了這些洞 垃圾兵跑得快了 支援的速度很快的 這邊這邊要再翻個打嗎 這邊劍兵有事還沒有好 雙手劍兵還在升級 緬甸的劍兵有事 攻擊力跟鬼一樣 12加7 待會變13 20攻 劍兵有事 我的天 跟這個阿茲特克很像 好 大洛瑪上去 OK 13加7 20攻劍兵有事 已經升級好 正面大洛瑪直接上前硬點火槍 火槍直接損失慘重 LIPER這一波衝刺打得非常漂亮 大洛瑪直接上前繼續輸出 正面農田的村民就要再跑來跑去 立陶宛這邊食物有點見底 BIPER這邊劍兵有事繼續按 食物還有1000多 好 但正面的肉碼全部被送光了 火炮繼續打 但是不是打火槍 是在打後面的建築物 火炮有點危險 火炮被戳 血量越越少 村民要來修嗎 但是對手打錯了GG BIPER靠著前後騷擾 讓對方一直一來一往 導致自己的經濟受到一點干擾 所以這個食物產量跟木頭產量就下降一些 導致最後的經濟崩塌 沒辦法轉出更多垃圾兵 跟BIPER打正面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應該是有BIPER贏的 因為BIPER剛剛村民一直都是領先的 果然贏的蠻多的 雖然BIPER這邊沒有拿到非常多的聖物 三聖物還算是有領先 領先一些些 那立陶宛這邊也是 拿兩個聖物黃金量其實差不多的 那感覺兩邊經濟都是拼得蠻好的 所以感覺上不是經濟的問題 而是立陶宛這邊 怎麼說呢 侵略性不夠嗎 或者是反殺性不夠 或者是有點太害怕BIPER之類的 其實左邊這邊應該可以早倒闊出去 但他看到BIPER在右邊這邊 一直瘋狂去應對 那BIPER這邊做得很好一點 就是下方城堡給你吸引力 然後左邊這邊偷偷開路之外呢 還要開了這個巨型頭十機 把你左邊的經濟給打爆 所以可以這樣子聲東擊西 讓對方經濟越來越不好 那立陶宛這一點就做得比較 沒有到位吧 所以導致外面地鐵 全部都被BIPER控了下來 到處都是馬舊啊 軍營啊 直接做一個大反攻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記得片尾有這個天空熊 對上BIPER的影片 要記得去看喔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